中国高铁崛起的过程中都经历了什么 为何德国要对中国禁售关键设备 中国又是如何克服困难的 2019年底 中国高速铁路营业总里程就已经达到了3.5万千米 成为世界高铁总里程最长的国家 排名世界第一 而在2021年的12月30号 新旧年交替之际 随着中国京港安庆至九江段高铁开通运营 中国高铁运营里程突破4万公里 长度可让地球吃到一圈 中国再次打破自己的记录稳居世界第一 如今高铁已经成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一张亮眼名片 而中国高铁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 离不开一项关键设备 国产万吨级旅行材料挤压机 高速铁路的建造需要极其严格的设计标准和精准的机械工艺 高铁在不同国家不同时代 以及不同的科研学术领域 对高铁速度的定义有着不同的规定 中国国家发改委将中国高铁定义为 时速250公里及以上标准的铁路定义为高铁 这种高速行驶的列车轨道要求线路具体高平顺性 特殊结构多 技术含量大 而除此之外 对列车也有着严格要求 中国高铁车厢壁板是长达25米的复杂空心结构 要制造高铁车厢结构件 只能依靠小尺寸铝板焊接而成 这不但会影响高铁车厢结构重量增加 而且还会使其疲劳寿命降低 而万吨级铝型材料挤压机 可以一次性地将材料挤压出来 呈现出一个整体结构 这种整体结构的重量轻 强度高 疲劳寿命长 对高铁车厢壁板有着极大的提升 挤压机是铝合金铜合金和铭合金型材料生产的主要设备 它的产生和发展不过是一个多世纪的时间 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从挤兆牛手动的水压机 发展成为200兆牛全自动油压机 挤压机的种类也大大增加 同时挤压机的能力数量反映了一个企业的生产技术水平 一个国家拥有挤压机的能力数量生产能力和装备水平 反映了一个国家的工业发展水平 而现代的挤压机的一个特点就是向节能化方向发展 铝材产品要降低成本 其中一个重要的措施就是节能 挤压机的功率都相当大 节能自然成为了企业家们的首选 而铝因为其低密度以及耐腐蚀性而受到重视 利用铝及其合金制造的结构件 不仅在航天航空工业中非常关键 在交通和结构材料领域也非常重要 所以履行材料挤压机成为了高铁建设中不可或缺的存在 但是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使用的履行材挤压机都要依靠进口 当时只有德国掌握了万吨级履行材挤压机的相关技术 并且对于中国实施了长期的技术封锁 依靠当时的中国科研技术 在满足轨道交通工具外形设计和车体轻量化的要求下 无法在车辆安全性轻量化 高强度与外形美观的新型制造技术 并且轨道车辆的侧墙板 普遍地选用铝合金或玻璃缸制作 在保证车体强度和刚性的同时 增加了车体的重量 因此中国的高铁技术越来越难以满足车体轻量化 以及节能的要求 同时高铁的车厢一般都体型庞大 又需要一体化制造 结构建的需求就变得非常严格 一般吨位在履行材挤压机很难满足要求 对此只能用到万吨级履行材挤压机才能制造出来 中国此时迫切地需要一款万吨级履行材挤压机 来改变目前的现状 只好向德国进口 在中国向德国企业提出购买万吨级履行材挤压机的诉求时 德国一口拒绝了请求 并声称不会向中国出口此项技术 中国凭自己也无法研究制造出属于自己的万吨级履行挤压机 但其实中国当时并不是一台履行材挤压机都没有 在1980年以后的20多年间 正是中国履行材蓬勃发展时期 挤压机的需求大幅多增加 从国外引进了许多挤压机 从日本欧洲和美国引进的先进挤压机占百分之百 其中日本与部挤压机就有200多台 后来中国又从台湾省的美瑞和建华等公司 引进了大量中等水平的油压挤压机 但就像前面提到的 当时全中国只有德国具有万吨履行材挤压机的技术 而早前中国曾将德国进口过一台9000每吨的履行材挤压机 换算成公吨的话大概为8000吨左右 但随着高铁行业的发展 8000吨的挤压机已经没办法制造出符合相关规定的高铁 并且这款从德国进口的老式履行材挤压机还是单动短行程 履行挤压机在挤压原理中分为双动和单动挤压机 单动挤压机挤压时是主缸前进 通过挤压并把铝棒压成模具 从而成型 用单动挤压机挤出的圆管是有缝的 人的肉眼虽然无法察觉 但是用仪器的监测就非常明显 面对履行材洁面形状和尺寸的日益复杂化 挤压机作为铝合金生产的主要设备 直接影响着履行材料的外观质量和精度尺寸 而高铁的建设就需要极高的精度要求 单动短行程的履行材挤压机 已经没办法适应这一要求 不能用于大截面及超长履行材料的制造 履材的长度和截面也因此受到了限制 既然西方国家搞技术封锁 那中国自然不会求着要 随后中国科研人员开始了国产履行材挤压机的研究 虽然技术层面落后于西方国家 但经过中国科研人员坚持不懈的研究 终于取得成果 中国有了一台自主设计 自主研发 自主制造的万吨级双冻履行材挤压机 正式地打破了西方国家的垄断 并且值得一提的是 在这台设备当中 任何一个零部件 甚至一个螺丝 都是中国制造 没有一丝一毫的外国零件的痕迹 包括中国比较弱势的大型迸发液压元件 中国高铁的发展也出现了新的转机 当然研发过程中的艰辛和困难 不是一句话就可以概括的 毕竟是一条从无到有的道路 中国科研人员从一张白纸开始 在无数个日日夜夜里 一笔一画地勾勒出 中国万吨级双冻履行材挤压机的雏形 随着这一关键设备的研制成功 中国的重型机械制造业 有了长组的进步 中小型油压挤压机的生产能力和水平 不仅超过了台湾地区 而且还能大量出口 大型挤压机的设计与制造技术 也接近国际领先水平 已成为了真正的挤压履行材生产大国 同时 铝因为去稳定的性质 不单单用于高铁上 2022年 中国已经成为全世界技术先进 成本最低的太阳能电站制造国家 太阳能电站在全球占比80%以上 太阳能电站的高速发展也离不开万吨级双动铝形材挤压机 在江苏里德铝业公司的太阳能电站建设当中 其太阳能挡板的所有金属边框和支架 都是由这一关键设备所产生的铝合金材料所致 对中国太阳能电站的发展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如今的万吨级双动铝形材挤压机 以及能够全面满足中国高铁、飞机和航空方面的要求 并且已经突破了3.6万吨无缝高合金钢管垂直挤压机技术 这一技术也将全面推动中国在铝合金行业 与挤压机领域的发展和进步